今年是我國跟美國共同抗日的飛虎隊 成立八十週年紀念 國防部除了舉辦特展 將會邀請美國在臺協會安全合作組的主長 葛佩迪上校登上菊光原地 分享飛虎隊事蹟 說明印太區域情勢 對此學者分析 美軍的現役軍官 首度登上國軍的政教節目 有指標意義 顯示美方對臺政策朝向建設性的 戰略情息發展 P-40戰鬥機所期上 的鯊魚標誌成為華美友誼最佳象徵 中華民國跟美國攜手抗日組成的飛虎隊 成立八十週年 國防部舉辦特展展出像是美軍陳納德將軍 個人血服 以及秀有華美緬甸三國血服 飛行皮衣等珍貴文物 空軍司令熊厚基致詞時 特別點名飛虎隊是華美合作的先驅 此外國防部也將邀請美國軍官登上 舉光原地紀念專輯 傳出人權為AIT安全合作組組長 葛佩迪上校 不只講述飛虎隊事蹟 還會說明印太區域情勢引發關注 過去台美軍事合作大多低調進行 這回美軍現役軍官將首度在我方 政教節目亮相 印證拜登政府 鬆綁美臺官員交流 學者分析美方對臺政策走向 建設性的戰略侵襲 國防部長邱國正27號 則主持塔江軍艦交艦典禮 親自登艦視察 海軍戰力邁向新的里程碑 塔江軍艦號稱航母殺手 兼具強大打擊火力及高機動性 還配備海艦2防空飛彈 從而國軍執行不對稱作戰 捍衛海疆重生嚇阻的關鍵戰力 記者 黃杰 張子佳 台北報導 李宗勤 楠岡 李宗勤 李宗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